乌云密布 黄蜂大作 一架空客A320正缓缓降落 庞陀大雨令机组格外小心 万行飞机成功着陆 可下一秒 正在滑行的飞机不受控制地冲出跑道 静止撞向航空公司大楼 危难之际 机长拼命踩住了刹车 可依然如今一事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落地的飞机突然不受控制 机组能否成功脱险 让我们重回危机现场 一起还原这起空难的真相 2007年7月17日 天马航空3054号班机 从巴西阿雷哥里港 小萨尔加多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圣保罗孔哥尼亚斯国际机场 机长萨克时间53岁 累计飞行时长13654小时 副机长立马十年54岁 拥有近14780小时的飞行经验 这是天马航空公司 资历最为深厚的机组配置 而今天的直飞飞机 是一架空客A320客机 这款机型自首飞以来 变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 窄体机型之一 机上共搭载了181名乘客 以及6名机组人员 对于机上的乘客而言 这样的搭配看称完美 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旅程 90分钟后 飞机将顺利抵达目的地 然而谁都没有意识到 死亡的钟声已然敲响 傍晚时分 天空不作美 圣保罗时下起了瓢泼大雨 3054号航班顺利抵达机场上空后 机组收到了来自空管的最新信息 为了安全起见 原来预计降落的35号左跑道 因暴雨导致路面湿滑暂时关闭 飞机需在空中盘旋一会儿 等待新的降落指示 这个意外状况 令机长感到非常的不安 他让副机长查看航行地图 做好备选方案 并将情况通知乘客 随后便紧张地等待空管的回信 为何经验丰富的机长会如此不安呢 原来孔哥尼亚斯国际机场 建在圣保罗市中心的一座山丘上 周围坡度陡峭 并且高楼林立 车流密集 没有空间设置跑道末端的安全区域 而35号左跑道 作为机场的主跑道 长度却还不足2000米 对于起将空客E320 这种级别的科技而言十分勉强 一旦起飞决断 速度不够 或者将路后刹车步及时 都容易造成冲出跑道的事故 再者 跑道没有做好排水系统 此前就曾多次发生 飞机冲出跑道的案例 因此 孔哥尼亚斯国际机场可以说是 当时世界上最危险且 起将难度最大的机场之一 更是被各大航空公司的机组 视为不相之敌 3054号班机 在机场上空盘旋了6分钟后 机组收到了新的指示 空管告诉机组 35号 左跑道重新开放 飞机可以执行降落程序了 对于乘客来讲 不用被降其他机场 确实是个好消息 然而对于机长来说 一个新的难题困扰着它 飞机右侧2号引擎的反推装置失效了 反推装置就好比汽车的刹车装置 在飞机着陆时 将引擎所产生的推力往前推 从而起到减速作用 并缩短降落式的滑跑距离 反推装置失效意味着 机组需要在制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湿滑的跑道上 此时机场上空急风呼啸 暴雨也依旧没有停歇 机长在评估了天气和跑道情况后 决定手动操控飞机降落 他想要飞机尽量早点落在跑道口 从而延长制动距离 降低风险 然而他们不知道是 飞机落地的一瞬间 就是噩梦的开始 为了让飞机在短距离内停下 机长第一时间打开了唯一的反推装置 然而奇怪的是 飞机没有任何的减速迹象 按当前的滑行速度 不出30秒他们就会冲出跑道 飞机的剧烈颤抖 令客舱的乘客们感到惊慌 他们控制不住的金库出声 先军一发之际 两位机长拼命踩住刹车踏板 然而却无济于事 不仅如此 飞机不知为何 诡异地向左侧转弯 直直冲着天马航空总部大楼飞去 飞越离短八车道的机场高速公路后 客机一头扎进了自己公司的办公大楼 巨大的撞击力 瞬间引发了猛烈的爆炸 大火立刻吞噬了整架飞机 和整座大楼 更糟糕的是 距离起火点不远处 便是加油站 一旦火石蔓延至站内 导致储油罐发生爆炸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3054班机坠毁后 仅200名消防员赶到现场 而眼前的场景令人心惊胆寒 熊熊大火扑听盖底袭来 现场温度高达上千度 谁也不敢贸然进场救援 最终经过数小时的奋力铺救 火石终于得到控制 最后经确认 此次空难 共造成199人不幸遇难 其中包括飞机上187人及12名地面人员 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正值下班时间 大楼内并没有多少工作人员 否则造成的伤亡情况将不可估量 这是南美洲航空史上 死伤人数最多的空难 事故发生后 调查员迅速赶到现场 坠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们必须尽快查明真相 然而现场大火让他们心下意量 他们不得不做好心理准备 飞机的黑瞎子很有可能在 上千度的高温下被烧毁 调查组第一时间将黑瞎子抢救出来 并紧急送往实验室进行数据恢复 这对于解开空难原因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 调查人员查看了机场的监控录像 遗憾的是 并没有拍摄到撞击画面 不过他们对比了3054班机 与其他飞机的着陆情况 发现前者的降落速度异常快 比其他同机型飞机快了近三倍 与此同时 另一条信息引起了调查员的关注 那就是在事故发生前一天 有一架飞机也从35号左跑道滑了出去 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 这条跑道本身就存在缺陷 难道真的是雨后路面湿滑 导致飞机失控吗 调查员立即来到事发跑道 经过细致观察 他们发现即便雨停了 跑道表面依旧非常湿滑 甚至还出现了积水 这完全不符合现代跑道的标准 要知道 高速行驶的飞机轮胎 一旦接触到这些积水 就会出现滑水现象 即已让飞机失去控制 随后 他们翻阅了机场的资料后发现 在事故发生前一个月 35号左跑道 才因为摩擦系数不够 重新进行了铺设 直到一周前才开放使用 按道理来说 新翻修的跑道 不应该再出现这种安全隐患 然而三天前的一场大雨 又让跑道重新出现了积水现象 而且调查员查看了施工记录后 发现新跑道上竟然没有设置排水沟槽 由此看来 机场方面对这场事故难辞其咎 担心连日的暴雨 可能让更多飞机出事 他们建议机场暂时关闭这条跑道 直到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为止 除了跑道失化这一原因 还有什么因素 推动这场空难发生的 为了尽快查明真相 调查员将重点放在了飞机的反推器上 维修记录显示 事故发生前四天 工程师曾关闭右侧的反推器 这属于例行为虎 而且在接下来的四天中 飞机仍然能顺利起降 甚至在事发当天的早些时候 还曾顺利在35号 做跑道安全着陆 那么这次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呢 调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 一个好消息传来 尽管飞机的黑匣子受损严重 但工程师们还是解析出了其中的数据 飞行数据 记录已显示 飞机在碰撞前刹车正常 也没有打滑 但接下来的发现 却让人感到奇怪 飞机的两个引擎 出现了不协调 左侧引擎在反推帮助减速 而反推失效的右引擎 却正在加速 不对称的推力 使得飞机向左偏向 调查员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 驾驶舱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机械因素还是人为因素 他们开始研究整个推力系统 结果发现 飞机引擎没有问题 但人工感觉组件 AFU 有可能发生了故障 它是连接油门和引擎的机械装置 如果这个设备失效 即使飞行员设置了空打 引擎也会全速向前冲 但是这种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经过对AFU的研究分析 并没有发现任何装置失效的证据 到此为止 机械性故障被完全排除了 那就只剩一种可能性了 机长在某种情况下 手动将用引擎全速推进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他们聆听了驾驶舱的录音记录 发现机长对机场跑道状况 非常担心 之后得知机场还在下雨时 更是不由地开始紧张 这可能无形中影响了感知力和注意力 导致操作失误 于是调查员查看了之前的飞行数据 结果发现 机长在上一次降落时 操作流程非常的标准 他将两具引擎的油门杆 同时拉回慢车状态 令人不解的是 事发当天 机长竟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操作 在当天降落过程中 他只收回了左侧的油门杆 这样一来 右侧引擎就一直处于全速推进状态 飞机在着陆后 机长只启动了左侧的反推装置 此时左侧引擎在减速 而右侧引擎依然在全速运行 最终飞机猛然左转冲出跑道 撞向了天马航空大楼 一个巨大的谜团出现了 机长为何会做出两次完全不同的操作 这让调查员感到十分困惑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 一位资深的空客A320飞行员 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原来这款飞机有一个老旧过时的降落程序 当单一的反推装置失效时 需要将两只油门推力杆 同时拉至慢车状态 然后再将正常工作的反向推进 拉到反推位置上 但是飞行记录一数据却显示 机长并不是这样操作的 没有将右侧油门杆拉回慢车状态 那么经验丰富的机长 为何会犯下如此致命的失误呢 调查员认为是因为心理上的紧张 导致操作上出现了失误 他们发现3054号班机的机长 并不是第一个犯这种错误的人 之前就发生过多次类似的事故 这意味着飞机就乘去 很容易让飞行员出现致命错误 但是调查员还有一点不明白 那就是在如此天气条件下 机长为何非要使用旧程序进行着陆呢 在询问了航空公司其他飞行员后 调查员才明白 原来旧程序可以更快地将飞机停下来 在跑道失华的情况下 机长如此选择情有可原 但却没想到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 为了更加具有说服力 调查组通过模拟机进行了多次测试 逐渐还原了事发最后几分钟的情况 驾驶舱内一片漆黑 机组人员很难看到推力杆的位置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机组人员 没有发现右侧引擎还在前进的原因 经过长达16个月的调查 2008年11月19日 巴基航空事故调查与预防中心 发布最终事故调查报告 确认此次空难的原因 主要由于机长的错误操作引起 但孔哥尼亚斯国际机场 天马航空公司 以及空客公司 都需要对此事故负责 这之后 机场方面对35号做跑道 重新进行了修整 并且加装了排水槽 并颁布新规定 在雨天进行起降时 飞机必须打开所有的反推装置 尽管机场的安全性 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在很多飞行员眼里 35号 左仍是一条致命的跑道 航空安全的每一次进步 背后都是血鱼类的教训 如果你是机长 会选择在紧张的情况下 执行手动操作吗 不妨留言讨论 期待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